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够远 今天是第九季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切片类型 对 一提到切片类型 我认为您马上会想到的是 Python 没错 Python中也有切片语法 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值得庆幸的是 够语言中也提供了类似的语法 咱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够语言中的切片语法都该怎么用 咱们马上看代码 实战演习的部分 实战演习一上来packageman 没问题 不写报错 然后importformat 没问题 接下来咱们的入口函数 入口函数之后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空切片 怎么定义 s 然后呢 是冒号加等于 咱们定义且初始化 然后咱们调用make函数 声明一个什么 声明一个类似于 文字形数组 里面呢 有三个元素 这就是一个切片 但是呢 里面没有任何的初始值 它如果是int 默认的是零对吧 因为咱们是strain 所以说里面呢 没有任何的初始值 好不好 咱们到这儿先运行一下 马上开始啊 把它拷贝一下 今天运行给您采用的还是google collab 我是越来越喜欢google collab 付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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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 加上一个大括号 然后输出 没问题 运行 大家请看 因为咱们是strain 同时没有付任何的初始值 所以说咱们看到的 就是一个空数组 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啊 没问题 OK 接下来 咱们对它复值 好 咱们看啊 下标012 因为是三个元素嘛 下标是012 分别附上ABC 然后咱们打印出咱们这个数组 或者说切片的内容 然后咱们打印说 s2下标为2的内容 同时再打印下切片的长度 好不好 这个地方呢 您把它理解为切片也行 理解为数组也可以啊 尤其对于出血者来说 不用把它分得很轻 好 马上开始啊 跑口碑过来哦 好 马上运行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切片内容经过复值之后 这个切片内容 变成了ABC 没问题 在这个地方做的复值 对不对 然后再输出S2 S2是多少 S2这个地方是C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输出的是C 同时切片的长度是3 这个地方呢 用了LEN语法写上3 乍看以为是Python啊 OK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做啊 这是一个切片 这是一个数组 咱们要对它进行复的新值 追加新的内容 怎么加 是这样啊 这个语法怎么说 咱们一看 我是通过一个append函数 进行追加 乍一看 以为你这是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吗 你是面向过程的 对吧 怎么全是函数的要用 咱就先这么记 好不好 我再说一遍 咱们学习够言 与其说学习它 不如说习惯它 不如说习惯它 OK 咱们往这个数字里面加上一个数据D 这是加一个 同时咱们还可以加两个元素 加上E F 然后咱们输出这个数字F 看里面有什么内容 是不是加上去啊 咱们等于是加了三个数字 加了三个内容 好 试一下 拷贝过来 运行 大家请看 这个切片变为 大家请看 A B C D E F 没有问题吧 咱们通过append全局函数 进行了数据追加 OK 这个比python还是 我感觉反正怎么说呢 跟python有点像 跟C跟C加加也有点像 它是python跟C的结合体 四生子级别 不能说是亲儿的 亲儿的话 应该语法写的更加的亲善一点 感觉我是认为 够的语法有点难懂 不是很亲善 可能是为高手们准备的 对吧 比如说您 是不是 好 那咱们再声明一个新的切片 怎么声明 咱们大家看 C 然后定义加初始化 make函数没说的 然后是四寸形的数组 然后注意看 我这给的为数是 L E N S 也就是这个S的为数 我会把它重新声明一个新的切片 没问题吧 那这个C和咱们刚才的S是具有相同的长度 对吧 既然具有相同的数据类型以及长度 那么咱们通过拷贝函数 大家请看 面向过程 对它进行个内容拷贝 然后咱们输出C的内容 新切片内容 看结果 拷贝过来 好 然后把它写成文件 然后运行 注意看 大家请看 新切片内容 内容完全拷贝过来 没有问题 咱们大家乍一看 是不是 乍一看 是不是有点像C语言 C语言是怎么做 大家请看 咱们在这个地方 给它分配内存 分配内存之后 然后把内存中的值 一个一个一个的拷贝过来 有这个感觉吗 对不对 对 这可能就是够远高效的地方 好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咱们Python的内容了 完全的一样 根据咱们这个切片的下标 咱们分别取到数组内容 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内容 比如说 大家请看 我给上一个L 对吧 这里面我要说 从下标2开始取 取到冒号后面这个数字 减1的位置 我指的都是下标 那么是取到多少 大家看 我有点写出来了 取到234下标的内容 马上运行 看结果 这一行会取到 下标为234的数组 切片里面的内容 看结果 大家请看 内容出来了吧 AB是01 对吧 从2开始 CDE 没问题吧 234 取到了 没问题 如果熟悉Python的朋友 您觉得今天这个写法 完全不是个事 接下来再取到 从0到4的内容 该怎么取 大家请看 S 然后括号 冒号前啥都不写 从0开始 然后后面写上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减1为止 那么也就是说 从取到从0到4 对不对 看结果 我给大家提问题 为什么这个地方就不再加冒号了呢 因为咱们L变量已经定义完了 对吧 在这 OK 这是一个小插曲 好 试一下 咱们取0到4 运行 没问题 写上文件 然后运行 是这样 这个Google Colab 唯一拨好地方就是说 咱们得先生成一个文件 然后再运行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现在正在找 能不能直接运行 我再找 好不好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没有问题 稍等我看一下 稍等 哪出来了 没出来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print呢 对不对 好 print一下 咱们再看结果 因为我觉得刚才不对 怎么三个数字呢 出来了 就出来了 abcde 下标分别是01234 没问题吧 说明什么 这个切片生效了 OK 反正我是非常喜欢Python 这个不是Python了 跟Python一样的 从Python学过来的 切片语法 接下来大家请看 我是从下标为2的位置取 取到最后 所有的内容 我都要把它取出来 好不好 OK 大家乍一看 这个写法像不像 咱们java里面的substrain 非常的像 它就是substrain 对吧 只不过咱们就要切片了 对不对 好 咱们看 出来了吧 cdef 对吧 从下标为2卡取 ab 从c卡取取到最后 f 对不对 OK 咱们这几个切片都生效 接下来咱们再看 创建一个数组 对于初学者朋友来说 您把数组跟切片理解为 一个意思就可以 大家请看 我生命一个t 对吧 然后定义加初始化 一个中括号 然后后面跟上一个类型 再跟大括号 反正是有点麻烦 然后写上各个数组值的内容 好不好 然后咱们输出它 看一下 咱们新声明一个数组t 对吧 然后咱们输出t的内容 go 出来了吧 ghixyz 对吧 然后咱们针对这个数组 同样可以使用切片语法 切它一刀切一刀 切一刀啊 试试看 好切完了吧 返回是ix 从2开始到23嘛 给他看啊 0 1 2 3 返回的是2ix 2ix 没有问题吧 OK 这个就是简单的 购语言中的切片的语法 我认为您如果是Python 学过Python的朋友的话 今天的课程您听起来会非常的轻松 为什么 因为您都会嘛 对不对 好 以上就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 您下载参照运行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